欢迎大家收看股市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零售投资者现在可以压住音乐板税 我们希望人们能够获得机会 11个图表帮你理解股市 Meta,Alphabet,亚马逊,微软突出财报 本周需要了解的内容 澳大利亚的绿色未来岌岌可危 因为Origin的收购悬而未决 苏格兰裙子 债券市场创新可能使投资者面临风险 请大家收看 零售投资者现在可以压住音乐板税 我们希望人们能够获得机会 雅虎 投资平台Public正在提供给零售投资者 以一杯咖啡的价格 拥有怪物史莱克原生代的股权的机会 该公司购买了768首歌曲的目录 并将其放入一个有限责任公司LLC 然后将该LLC公开 以便投资者可以以至少10美元的价格购买股份 这被称为分式版权投资 投资者可以在Public平台上 与其他用户交易股份 但该公司表示买家很可能是长期投资者 版权投资主要是为富裕的机构投资者 如对冲基金所保留的 他们可以负担得起 以6位数或更高的价格购买歌曲目录 Public提供各种资产的交易 该公司表示希望人们能够获得多种资产类别的机会 该公司表示 怪物史莱克的版税根据播放频率而波动 在2021年和2022年的年化股息收益率超过8% 11个图表帮你理解股市 雅虎 根据ticker.co的说法 对于股市的担忧似乎是不必要的 该出版物表示 股市通常会上涨 自1950年以来 它在83%的时间里都处于牛市 他还补充说 新总统的第二年通常会看到一次选举年的反弹 尽管风险配置和回报机会 对于现金 债券和股票等各种资产类别来说非常不同 但随着利率上升 现金和债券相对于股票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尽管利率上升 标普500指数公司的利息支出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因为许多公司在近年来大部分债务进行了再融资 Meta Alphabet 亚马逊 微软突出财报 本周需要了解的内容 雅虎 下周将发布第三季度GDP数据和几家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的盈利报告 包括微软 Alphabet 谷歌的母公司Meta和亚马逊 投资者将热切关注公司在债券收益率上升和美联储何时达到加息周期高点的不确定性下的表现 安勇首席经济学家格雷格 达克表示 一连串积极的经济惊喜将使美联储保持高通胀警惕 但他不认为中央银行在下次会议上会再次加息 与此同时 美国银行投资策略师指出 如果不计算其家最大的科技股 标普500指数将下跌约10% 本周将发布财报的四家主要科技公司预计将提供有关消费支出 人工智能更新 广告行业以及云服务领域的见解 澳大利亚的绿色未来岌岌可危 因为Origin的收购悬而未决 悉尼先驱晨报 Origin Energy的187亿美元收购提议受到了来自Brookfield和Ed的威胁 独立专家认为 这家能源集团的价值可能超过每股8.9亿美元的出价 如果这个提议失败 澳大利亚的绿色能源推动可能会受到影响 因为Brookfield的承诺将比Origin单独能够投资更多的资金用于绿色能源项目 苏格兰群子 债券市场创新可能使投资者面临风险 金融时报 苏格兰民族党S&P宣布计划发行自己的债券来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然而 鉴于苏格兰的借款成本和市场流动性不足 对这种努力的可行性存在疑虑 还有苏格兰政治未来的问题 可能会发生另一次独立公投 这可能会影响该国债券的价值 文章总结说 虽然一些投资者可能愿意冒险购买苏格兰债券 但一般来说最好还是坚持更稳定的投资 中央银行寻找大通胀爆发的教训 雅虎 研究人员和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分析导致当前通胀环境的因素 并质疑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进一步的危机 第一场辩论集中在通胀目标 以及中央银行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上 经济学家认为 只要人们相信通胀将回到2%的水平 中央银行在实现目标方面就有一定的灵活性 第二场辩论集中在量化宽松政策的使用上 虽然政府在面对全球通缩压力时使用了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 但该政策也被指责为扭曲金融市场 经济学家预测 中央银行将来会更加谨慎地使用量化宽松政策 第三场辩论集中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上 经济学家认为 中央银行在没有财政政策的支持下将难以实现价格稳定 中央银行警告称 如果不控制财政支出将导致利率上升 在经历了强劲的第三季度之后 美国经济增长很可能会放缓 这对于明年的降息是一个好兆头 CNN 尽管面临高通胀加息和疫情储蓄减少等挑战 美国经济预计在第三季度将表现出强劲增长 商务部将于周四公布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 数据很可能显示 美国经济在7月至9月期间以快速的速度扩张 就业增长和消费支出推动了增长 然而 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这种势头能够持续下去 预计经济增长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将放缓 预计经济不会进一步加速的预期 可能会使美联储继续在2024年削减利率 当通胀持续低于2%的目标率或失业率急剧上升时 美联储会削减利率 经济学家预测 利率削减将从2023年中期开始 尽管美国经济面临多个挑战 但一些经济学家对其任性持乐观态度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投资和金融新闻 首先 我们来谈谈零售投资者可以压住音乐版税的消息 投资平台Public现在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机会 让人们以低价购买怪物史莱克原生贷的股权 这种分饰版权投资的方式让一般投资者也能参与到版权投资中来 这不仅给了投资者一个多样化的投资机会 还可以享受到怪物史莱克版税带来的股息收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股市的情况 根据一份报告 股市通常会保持上升趋势 而且新总统的第二年通常也会有一次反弹 尽管不同的资产类别之间的风险和回报机会存在差异 但随着利率的上升 现金和债券相对于股票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另外 虽然利率上升 但标普500指数公司的利息支出并没有太大变化 因为很多公司已经进行了再融资 下一则新闻是关于一些科技巨头的财报 下周 我们将看到包括微软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Meta和亚马逊在内的一些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的财报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这些公司在债券收益率上升和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下的表现 这些财报将提供有关消费支出 人工智能更新 广告行业和云服务领域等方面的见解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绿色能源发展 Origin Energy的收购提议面临来自Brookfield和Edge的竞争 这可能会对澳大利亚的绿色能源推动产生影响 Brookfield的承诺将为绿色能源项目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这有助于推动澳大利亚的绿色未来 最后我们来谈谈中央营行寻找应对通胀的方法 研究人员和经济学家正在分析当前通胀环境的原因 并探讨可以采取的措施来防止进一步的危机 这些辩论主要集中在通胀目标量化宽松政策 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等方面 中央营行需要找到平衡的方法来应对通胀压力 同时避免对金融市场造成过度干扰 总结一下 投资者现在可以通过分市版权投资压住1月版税 股市通常会保持上升趋势 下周将有一些科技巨头的财报公布 澳大利亚的绿色能源发展受到了一些威胁 中央营行正在寻找应对通胀的方法 这些新闻都提醒我们 投资是一个既有风险又有机会的领域 需要我们谨慎选择和平衡风险 现在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和问题吧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